先把油倒进水里 滴入颜料 颜料能进水吗 不能 我撒进盐呢 颜料进水溶解了 什么道理 说明你小子要是太闲了 能给我开个染房出来 错 你闲下来 给我一个多彩的童年 不比你整天玩手机重要吗 一张纸 能冲出一本书吗 不能 你折成这样呢 撑住了 什么道理 说明就得反复磨练 你才能承载更多知识 错 我虽然承受了这么多课外班的重压 但是你没看见 我心里紧张的都变形了吗 线圈 放到肥皂泡上 筷子 振上口水 点线圈 有变化吗 没有 筷子 振上白糖 再点线圈 一下就变圆了 什么道理 那说明口水不管用 白糖管用啊 你说对了 你就别再费口水叨叨我了 不管用 你用点天言蜜语 鼓励我 我一下自信满满 那你不惊喜吗 你左手手掌和右手拳头 能同时打桌子吗 能啊 怎么了 那你左手感人错 右手还能同时打吗 不能了 什么道理 右手被左手干扰了呀 你说对了 我学习的时候 你在旁边玩手机 那你倒不干扰一个给我看看呀 这是什么 玩具呀 这个呢 铅笔盒呀 我只用三根线连接 就能让它在空中悬浮 这么神奇呀 什么道理 我知道 两边向下的力和中间向上的力 相互平衡 所以才能在空中保持稳定 你说对了 就得学 玩 平衡 我学习的积极性 才能保持稳定 这是什么 铅笔盒呀 不对 哦 妈妈 放进水里 能飘起来吗 不能 那倒入白糖呢 飘了 飘了 还真能飘起来啊 什么道理 说明一说甜言蜜语 妈妈就飘了 然后就啥都好商量了 你说对了 同样跟我说甜言蜜语 我一飘 那学习不就好商量了吗 你看 小孩的想法 现在面向大人 倒完水呢 诶 箭头怎么反过来了 你把水横过来 诶 箭头又正过来了 什么道理 说明同一个事物 角度不同 得到的结果就不同 你说对了 就好比好好学习 这种空道理 你灌输的越多 我越逆反 只有你们大人 转变思维 我们小孩才能听得进去 别眨眼啊 巧克力拿掉一块 还能听成员来的样子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以后巧克力 永远吃不完了 错 那说明什么呀 说明大人每次 否定孩子的时候 孩子受到的伤害 是大人根本察觉不到的